各位觀眾大家好 又是明報530新聞時間 今天是3月14日 星期四 歡迎收看 素女昨天下午發生了一宗致命火警 一部露營拖車被大火焚燒 車內一人身亡 據素女王家騎警今天指出 警方在昨天下午5時半接報 指121A街8400號停拍的一部露營拖車起火 警方到場時 火焰已被素女消防隊撲滅 並發現被燒焦的車廂裡有一具屍體 警方透露 雖然未知起火原因 但是火警無可疑 初步相信是自發縱火 或者意外起火 被司法醫服務處也將進行屍體鑑證 以確認死因 托里消防隊在附近的居民口中得知 其中一名鄰居在安全的情況下 將著緊火的露營拖車 由一個住宅的行車拖出 為了避免火勢進一步蔓延 警方呼籲目擊案發經過 或持有相關線索的民眾 致電604-599-0502 聯絡素女騎警 最近有沒有發覺在嘈雜環境 較難聽到別人說話 或者經常要別人重複 甚至有耳鳴的情況 如果有 快點找永明聽力的專家 礦永明小姐 她有多年助聽器厭配 和舒緩耳鳴經驗 創新隱形AI智能助聽器 有超強減雜音功能 在嘈雜環境都可以清晰聽到別人說話 嚴正推出雙重大優惠 立即致電預約聽力測試吧 農曆新年想買優質養生產品 那就要去港利行 他們不僅有優惠 花旗森仲是百分百安產種植 還有滋保養銀的燕窩棧系列 和豐富膠原蛋白的海參 多款產品都有正美禮合裝選購 還有更多產品 可以到列治文時代廣場門店選購 港利行連續12年成為加拿大安產花旗森指定經銷商 現在更有網上服務 在網站訂購就送貨到全加拿大及全中國 我養生健康受選港利行 香港國際機場週日有兩名來自溫哥華的旅客 被海關檢獲以此大麻花的遺禁品 估計市值約1,800萬港元 即約311萬家元 成為香港海關過去10年 在香港國際機場破獲的最大宗旅客返運大麻案件 據官方指出 案件涉及的兩名男女客 分別為67歲和48歲 當日正從溫哥華經日本東京飛抵香港 海關人員替兩人進行清關時 在他們各自寄倉行李裏 檢獲該批疑似大麻花的遺禁品 隨即將兩人拘捕 兩名被捕人士以共同被控以一項反運危險藥物罪 而根據香港危險藥物條例 一經定罪 最高可被判終身監禁和罰款500萬元 即約86萬家元 Vancouver First Reality 街壁地產 The Winning Team 是大溫地區一支得到客戶信賴的出息團隊 因為有超過30年地產豐富經驗的 Winnie Lam 林太 忠誠服務客戶的 Terence 一切以客為本的 Jessica 誠懇對待客戶的 Daniel 還有我與時並進力求創新的 Edgar Sun 我們為你提供專業地產服務 當你覺得聽力越來越差 和人溝通有困難的時候 有沒有想過一對配得好的助聽器 可以幫助你重拾與人溝通的樂趣 來南山Center的卓能聽力中心 找經驗豐富的李智蓮博士談談 它不僅提供全面專業聽力服務 更可以為你配合一對合適的助聽器 現在的助聽器優惠高達7折 還有機會拿一個高清電視盒 優惠期有限 快點打個電話給卓能聽力中心預約吧 李智民王家騎警上個月對市內一處住宅執行搜查令 行動期間手出超過1,000件涉嫌被盜的物品 當中包括兒童公仔、衣物和玩具 總值約15萬元 事件入面 警方拘捕了一名來自列治民的中年男子 其景《財物罪案組》在上月29日 搜查市內Steveston地區的一處文宅 並搜出大量疑似作物 由警方提供的圖片可見 搜出的物品包括大量Jelly Cat品牌模公仔 銅裝服飾和落高節目玩具 一名46歲的男子因此被捕 而警方更風趣地用落高玩具的模型 重現疑犯被拘捕 由騎警押送上警車的一幕 警方指出 調查人員在收到公眾的報案指 懷疑有人在網上二手市場放售疑似老鼠貨 因此展開調查 列治民王家奇景重案支援部警長尤蓋表示 在落高和Jelly Cat毛公仔收藏家社群中 大部分都是奉公守法的市民 因此警方感謝關注這次事件的熱身人士 和社區成員提供資訊 協助警方調查 奇景指出 調查目前仍然在持續進行中 被捕男子現在已在有條件下獲得釋放 美國眾議院昨日通過法案 要TikTok必須出售它業務中的中國股份 否則就會被禁用 理由是 如果不敢做 中國方面是會透過TikTok 竊取美國用戶的資料 危及美國國家安全 對於美國這種做法 美國在亞太區的盟友 澳洲就說 他們不會像美國一樣 而作為美國的盟友 鄰居兼兄弟的加拿大 那又會怎樣 這個問題 上星期五 530英文阻聯邦政府 但到現在都未有答覆 而今日就有消息說 原來聯邦政府早在去年9月6日 已向TikTok發出了 國家安全審查令的命令 只不過是從來沒有公開講過 工業部長雙彭菲的發言人說 由於事件仍然正在進行 基於加拿大投資法的保密條款 他們無法進一步評論 但發言人就說 如果正在審查案件 發現對加拿大國家安全有損害 聯邦政府是會毫不猶豫在必要時採取行動 當被問到聯邦政府是否會考慮採取 類似美國法案的措施時 工業部長辦公室就說 審查是基於對這個業務的擴展 拒絕提供有關正在審查的進一步細節 根據政府這個月初發布 針對互動數碼媒體的外國投資新策略 TikTok是會受到加拿大投資法下的加強審查 這個政策聲明說 敵對國家贊助或影響的行為者 可能會試圖利用互動數碼媒體的外國投資 來傳播虛假訊息或操控訊息 從而損害加拿大的國家安全 聯邦政府和省級隱私專員 已經啟動了對TikTok的調查 聯邦政府亦於去年2月禁止了TikTok 在政府的移動設備上使用 進行調查和決定制不制裁是兩件事 現在既然是走勢未明 加拿大就可以等多一陣 有需要的時候就說要制裁 沒有需要的時候就不出聲 讓它繼續照行 好的 溫哥華明天3月15日星期五的天氣預告 日間天晴 趨勢北方 風速每小時20公里 氣溫最高12度 晚間天晴 氣溫最低4度 如果想在星期一至五準時收睇我們530新聞 請訂閱名炮Daily Vancouver的YouTube Channel 喜歡影片的記得按讚和分享影片 名人的生活 尤其是感情生活 永遠是八卦的題材 但揭露人家的隱私 甚至是找狗仔隊去跟蹤 又未免欺人憎 但如果相信當事人自己說 那又另當別論呢 就好像總理杜魯多的分居妻子索菲 她將會出書講自己的生活 很多人自然就會想八卦一下她 做什麼會第一夫人都不做 選了分居這條路去走 索菲這本書的書名叫 《親密同行 了解自己 彼此愛戀》 新書預計於4月開售 今年48歲的索菲目前還在籌劃著 另外兩本有關她心理健康歷程的書 索菲為了宣傳新書 她接受了今個月《Al Canada》的雜誌訪問 她在Instagram上寫道 我們玩得很開心 但最重要的是我們討論了幸福、關係和家庭 索菲在她的《Al Canada》封面貼文後 再發布了一段短片 紀念她最近參加福布斯和《知道你的價值》 第三年到峰會的現場 喂 港股這麼久 究竟說到她做什麼離婚了嗎? 關於這件事她其實沒有直接說 但根據一些評書人的說法 這位有著三個小朋友的媽媽 坦率地說了自己是怎樣和飲食失調搏鬥 和女人應該拒絕 學會接受日常生活 是不能夠滿足情感、精神和身體需求的世俗公式 索菲說 自我需求不應該只有底線 我們應該和身邊的人 共同追求生活中最多的養分 存在感和互助力 女性不應該孤身一人 將這一切聯繫起來 這就是人生的一課 有人認為這番話是對到老多無意中的諷刺 她說 分享我的故事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但這是正確的事 她暗示自己已經學會 如何從她和自由黨黨魁太太的生活中抽離出禮 索菲的新書將會在4月23日正式發行 當新書發佈的日期越近 她自然就會更多地談論她的心路歷程 安省偷車情況嚴重 警方教了很多預防汽車被偷的方法 但是這麼多方法裡面 就以這個最轟動 我們說的是轟動 不是有效 這個方法 不是住在安省的人聽到會笑死 甚至衝口而出說 這樣都行? 但是住在安省的人聽到這個方法 他會激死 甚至衝口而出說這樣都行? 這個方法是多倫多警方上月27日 在意圖逼谷舉行的一次社區居民會議上 警員奇亞迪提出的見證 他叫大家把車時遙控器 先放在一個防止車時被複製的法拉蒂袋裡 然後整袋擠在大門口入屋的地方 方便匪徒拿到 來減少被人入屋引起衝突的風險 他說 為了防止在家裡遇到襲擊的可能性 請你們把車時遙控器放在前門 因為匪徒進入你家裡 只不過是為了偷車 他們不想要其他東西 他還警告說 很多被抓的偷車者身上 都是有槍的 而且不是玩具槍 是真槍 而且上課堂的 即是有子彈的 他這番苦口婆心 而有愚蠢的話 一出 即刻就被人罵爆 他說警方對持續汽車道涉案的問題 現在這樣就是採取不負責任的態度 這也是的 這樣的方法 你不就是遇到性侵色魔 你就自己先脫下三副 這也是加拿大毒品安全駐射屋的邏輯 在社交媒體上 一個網民就說 這個太離譜了 警方建議將車時遙控器放在大門附近 是因為匪徒進入屋爆竊 主要是為了偷車 那為什麼不直接把車時掛在門外面呢 或者更加好的方法 直接將它留在車裡 有成千上萬的推文都在討論這個話題 但是大多數都是表現憤怒的 對於這件事 警方有回應的 警方說 在最近一個社區會議上 一個警員建議市民 將車時放在門口的法拉第袋裡 這個建議是出於善意的 但是也有其他方法 可以防止因為偷車而引發的入屋搶劫 其實警方只不過是擔心暴力事件升級 各種武器和槍枝都會被用來偷車 包括入屋搶劫 而與此同時 若亞區警方最近向一些高危地區居民派發的門檔 容易阻止匪徒 因為要找車時而踢開住宅的大門 於人村的居民 加林斯基就收到一個門檔 他說 偷車案已經嚴重到這個程度 警察現在將這件事發給我們居民 對我來說 這個代表什麼呢 代表我們這裡的偷車案非常之猖獗 加林斯基說 警方還送了一本小冊子給他 提供其他防止偷車的建議 包括安裝警報系統 安全攝錄機 運動傳感器燈 並且避免在社交媒體上公開自己的度假計劃 他說 他非常多謝這些建議 但是他更加希望的是 警方能夠積極地應對這個問題 警員奇亞迪這個出人意表的提議 還榮登反對黨黨領博麗智的社交媒體 博麗智說 你看 這個不就是杜魯多百年來的政績 一個警員的愚蠢提議 令到總理都被人嘲笑 這個不就叫做不要乾弟弟 累死乾弟弟 安省百年頓市 昨天早上七點發生意外 涉及意外的 是一部被偷回來的福特F150小型開篷客貨車 車上當時有四個人 車禍發生在Galph-Nine-Garp Upper Middle Road 當時的馬路相當繁忙 車禍之後 偷車上有兩個人受了傷 另外兩個人就下車 並且用刀指嚇馬路上另一部私家車的司機 其中一個匪徒更加用拳頭 兜頭兜腦打了私家車的司機 接著搶了他的車 一個人開車逃離現場 自自己三個手足於不顧 結果 三個匪徒被趕到的河頓區警員拘捕了 而私家車的司機就受傷送軟 另外 四百號公路轉入Fringe Avenue的一段路面 今早5點10分 亦發生了三車連環相撞的意外 導致一個人死亡 四百號公路所有南行線一度封閉 散經說 事發的時候 一部載有四個人的寶馬私家車 在公路上以高速行駛 之後失控尾追撞上另一部小型貨車 更加波及另一部放車 事件之中 寶馬車的司機當場死亡 同車的另外三個人 就下車逃步逃離現場 這三個人不是司機 530記者問了省警 省警說 死者是由車裏被拋出來 暫時不能確定它是否就是司機 至於車是否是塞車 還在調查 未有結果 車禍之後 由Fringe去到四百號公路的四百號公路 所有南行線全線封閉 直到今早11點多才重新開放 香港故事成員李宇軒繼續在黎智英案中作供 李宇軒稱 與同案另一被告陳子華於2019年6月認識 籌備在各個報章登廣告宣揚香港示威事件之際 有兩家公司協助墊款 他提到 寒登於日本報章朝日新聞的廣告 他承認有眾志成員參與聯絡朝日新聞 但不肯定參與的眾志成員身份 他說 我猜是周庭 因為我猜只有他一個會說日文 李宇軒不知道周庭 是不是Telegram群組成員之一 2019年7月9日 他收到一封由陳子華轉發的電郵 內容提及一名叫Mark的人 收到付款賬單 李宇軒指其後 他知道Mark正是Mark Simon 因為兩人於同年9月前 由陳子華引戰下互相認識 李宇軒又稱 我後來知道有Lice Hotel Limited 和Dickle的單給過錢 由於陳子華是資金來源 所以李宇軒認為 陳子華和尚述兩家公司 是同一邊的人 根據控方開案陳詞 這兩家有份電資廣告費的公司 是由黎智英和他的助手Mark Simon持有和控制 今天下午3點多 警方接獲一名女子報案 指行經新蒲江康強街和崇嶺街交界對開的小巴站時 有她蓋突然彈起噴出火石燒焦她的頭髮 女子清醒經救護車送往伊麗莎白醫院治理 附近地鋪一名女職員鍾小姐表示 事發時她和電外另一位同事突然聽到啪一聲 走出電外見到一名大約40多歲的女士 半邊頭髮燒焦 手部受傷 鍾小姐說 傷者問她可不可以入店內站坐 坐下之後打電話給親友後來決定報警 鍾小姐說她留意到事發後 攝氏的渠蓋拱起 有兩名工人將渠蓋敲下去 鍾小姐說 事發地點幾米之外有工程正在進行 工程是近一兩天才展開 不知道與今次的事故有沒有關係 據了解電信公司在現場進行維修工程 過程中懷疑有沼氣積墜 產生爆炸 拿到她該彈起兼噴出火蛇 女事主因而受傷 今次的新聞在這裡結束 多謝收看 再會 我們下一個集中的遊賞 我們下一個集中的海風 現在我們下一個集中的海風 像你們下一個集中的海風 但是 現在我們下一個集中的海風